又是一張看起來很屌的照片 這個你看看 這個飛機座艙 甚至還有這些 這個液晶螢幕 可以看電影 那裡面有座人 可是也有座了一大堆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鳥 這種鳥呢 叫做 准 或者叫做 玉 什麼玉三小 好 這是我查出來 我根本不知道這隻怎麼念 但總之 左邊好像是一個橘子的橘的右側邊 所以把橘子的橘的右側邊放到左邊來 然後在他的右邊再放一個鳥這個字 這個我這個發音叫做 玉 那我比較熟的是這個字 叫做准 OK 總之他就是老鷹的表兄弟吧 我也不知道 那他的英文名字呢 叫做Falcon Falcon OK 那這是 那你可能知道在中東啊 或者是 我好像蒙古還是哪裡的 他們就是有這種習慣 有這麼一個 一個一個 飼養鳥類的方式 就是養這個鳥 然後訓練他 他可以幫你打獵 OK 你可能看過 你在手上 就手上還有層層保護 然後讓那個鳥可以停在手上 這樣子 然後他手一舉起來 飛出去 然後手就拿 保持在空中 他飛回來 停在你手上 他知道能夠purch在你手上 這真的很屌 看起來很厲害 好anyway 所以這就是一個 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個王子 一個遊王 王廚之類的 他呢 這裡英文說的是 He took things to the next level 所以我們就先講一個這個片語 叫做next level next level是下一階層之類的意思嗎 沒錯 可他在生活上很常聽得到這個詞拿來用 next level 用在什麼地方 就例如說你覺得這個東西很屌 可是你看到一個更屌的 你可能就是說 oh man that's some next level shit ok 這個簡直就是下一層級的東西了 這樣子 ok 所以我想要 我現在正在幹嘛 然後我想要把這個東西做得更好一點點 更屌一點點 I'm gonna take things to the next level 所以這個所謂的the next level 就是用在大概這樣的一個情境裡面 所以這麼一個 one Saudi prince took things to the next level for his avian flying companions where he reportedly purchased individual seats for each of his 80 falcons ok好 所以他怎麼樣 把所謂的這個things take 到這個next level 講得好卡 anyway 所以他是為了他的這些 所謂的flying companion 大概就是跟他一起飛行的一些夥伴們 companion就夥伴 那再加一個avian avian其實也就是飛行的意思 像我們知道那個禽流感就叫做avian flu ok aviation就是他的一個名詞這樣子 像我記得那種什麼 航空管理局什麼之類的 都可能會有這個詞這樣 department of aviation 還是什麼鬼這樣子 anyway 所以為了他的avian flying companion 他就take things to the next level 那他幹嘛了呢 他據稱聚報 he reportedly 他就買了這種單人的個人 就一個一個的座位 purchased individual seats 買給誰 買給他的80隻的這個準 這樣子 for each of his 80 falcons ok 那在中東運輸 falcons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很常見的 所以這是一個common practice transporting falcons in the middle east is a pretty common practice 那甚至有這麼一個像我剛剛講的 訓練他去幫你打獵 這個就叫做 就叫做falconry 加一個RY結尾 就像我們是做練石 不是練石頭 就做石頭的石匠 你知道以前的古堡需要用石頭蓋起來 那種古堡都很大顆的石頭去蓋的 他們就叫這個都去masonry mason就是石這樣簡單來說 所以有這麼一個英文名字 mason 那你就知道他其實他的意思就是做石頭的就是 Anyway 所以falconry training birds to hunt has been practiced in the middle eas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被他們做了好幾千年了 and is still a popular past time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所以在這個United Arab Emirates 也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OK Arab就是阿拉伯 那這個Emirates就是很多的這些王國這樣子 所以加一個複數 所以那聯合起來了 所以United 就跟美國是美利劍合眾國也一樣 所以都用United當作開頭 那UK也是一樣 他們的U全部都是United 就是結合在一起這樣子 好 所以 所以常常要縮寫UAE UAE就是這一個United Arab Emirates這樣子 所以在那邊仍然是一個popular past time 所以這個past time的意思就是 我們說 就是一般的 講的娛樂啦 OK 像我們會說棒球是美國人的最受歡迎的past time 之類的這樣 好 Anyway 那在UAE呢 Falcon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護照的 就像我們之前好像抱過有一隻貓 因為貓能在船上捉老鼠 所以他們乾脆給貓護照這樣 So Falcons can get their own passport from the UAE to travel That allows them to travel to 所以他可以讓他們這些Falcon到以下這些國家去這樣子 那以下這些國家有幾個我還真的不太熟呢 這個好像就巴林喔 Baron 我剛剛有稍微看一下讀音 還是不是很會讀 Baron Ku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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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an Oman 還是哪裡的 卡達 那個世界被打的地方 Katar 我這邊不小心按到翻譯了 不需要 Saudi Arabia 那據了解這個 就美國人的翻譯就是Saudi 那好像當地人會把它唸成Saudi 不太確定 Saudi Arabia 阿拉伯這樣 Pakistan 巴基斯坦 Morocco 摩洛哥 In Syria 敘利亞 The passport is valid for three years 所以這個Falcon的passport沒有人類那麼久 人類的十年他們的三年而已 這樣 好簡單說就是要敲你一筆 大概是這個概念吧 好 Anyway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照片 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